王一博 这才是背后的原因 距离王一博禁组拍摄《长空之王》已经过去了50多天 如今他还是音讯全无 在这段时间里 王一博几乎完全消失在大众视野里 足不出组 甚至上下班也在门口的棚里直接上车 完全看不到人影 就在王一博消失的第50天 央视六台电影频道为他做了一个盘点 标题王一博转型演员的自我博弈 直接登上热搜 阅读量高达29个亿 看来有很多人在默默等待着他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以为官媒想他了 其实电影频道想不想他我们不知道 但央六确实在这50天里 秀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于是告诉了大家 作为一个当红艺人 完全闭关拍戏实属非同寻常 流量艺人们通常会不定期参加商业活动 或者综艺节目 对于粉丝来说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福利 而王一博完全不参加任何活动 当然不可能是他接不到 仅目前他身上的35个代言 这些品牌就够他忙了 所以完全不出来只能是他自己推掉了 那么一个流量艺人为何要完全闭关呢 再来看央视这次给出的标题 王一博转型演员的自我博弈 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戏品 一个是转型演员 一个是自我博弈 王一博正在转型演员 这和闭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 最近播出的一个电视剧假日暖洋洋2 一上来就是刘涛和陈鹤的沙发热吻 然后一些观众替人尴尬的毛病就犯了 印象中葛优无论拍什么观众都不尴尬 怎么到了刘涛和陈鹤这里 大家就尴尬了呢 主要原因就是刘涛和陈鹤家里那点事儿吧 大家都太熟悉 作为一个明星 可能身上的每一件事儿都会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而作为一个演员 却是本身越透明越好 观众记住角色的同时 最好根本记不住演员家里的那些鸡毛蒜皮 这样大家看剧时才能不出戏 这种情况的演员还有魏大勋 据说他曾在三年里接了八十多个综艺节目 观众对他的搞笑印象深刻 导致看剧的时候他一出来就出戏 现在他基本接不到什么戏拍 只能继续接综艺 这次央视用转型演员这四个字 点出了王一博的决心 言外之意他为了当好演员 今后可能都会减少曝光 据悉 王一博今年已经推掉了所有的综艺邀约 央视第二个关键词自我博弈也一语双关 央六说王一博是为了做演员而努力 可为什么用了偏偏用了博弈这个词呢 博弈和努力的意思似乎并不能互相代替 回到视频的最开始 央视指出王一博是一个流量明星 为何防暴对预约人数高达17万和他有关 作为一个拥有这么大流量的明星 现在他闭关是要彻底放弃流量吗 当然不可能 流量在影视剧市场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这也是不少投资人和导演 顶着被骂的风险也要带上一个流量艺人的原因 以目前王一博这么高的流量 就算他自己想放弃 投资方也不会同意 王一博现在做的 就是顶住压力沉心表演 虽然粉丝群体被冷却了 但在未来影片上映时 他要用作品挽回粉丝 这就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博弈 赌的就是他行不行 王一博在20岁那年登上流量巅峰 也因为表演尚且稚嫩得到的很多非议 虽然很多人夸过他非常努力 但是答案都流于表面 如今王一博在做的事 才他对努力最好的诠释 在流量巅峰选择沉寂前行 顶着压力和风险也要完成那个质的飞跃 六公主已经委婉地告诉了大家 王一博的决心 这个结果你能接受吗 王一博新剧真是太有意思了 没有官宣 但偏偏各个途径都在官宣 用手指掰着日期数数 王一博已经有两个多月 没有在娱乐圈现身过了 不算时不时的营业和冬奥期间的连线 王一博可以说算得上是彻底失联了 无聊透顶的粉丝们也是不住的自娱自乐 弄些寻人启事以表相思 只不过 王一博究竟干什么去了呢 全网竟然没有正式的形成 从未官宣过 去年年底 全网对于王一博下一步的动作 就是预告的要去拍摄《长空之王》 毕竟圈内人很多 剧组 制片各个途径都有可能泄露消息 故此 王一博会不会去拍摄 这个消息存疑 要么再接触 要么就是个饼 没有官宣的消息 粉丝们不约 过年之后 王一博离开了跨年的舞台 真的没有出现了全网无消息 一有消息 就是甘肃文旅局替王一博宣布 他来甘肃了 所以 王一博去甘肃干嘛呢 有消息趁《长空之王》原本是要在西安拍摄的 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 改在了甘肃 所以 甘肃文旅局急冲冲的替王一博官宣了行程 难道说 他真的要去拍摄《长空之王》 又是相当一段时间的空白 粉丝们已经心照不宣的知道 孩子一定在努力拍摄 据说 《长空之王》没有一上来就开拍 事先培训了一段时间 据说 王一博的表现很不错 导演也经常夸他 据说 王一博为了角色努力钻研 日常媒戏的时候也会跟组观看 各种消息铺天盖地地从剧组传来 虽然全网没有物料或者路透 但是近况 粉丝们还是能听说的 只不过 这剧组是真的迟迟不官宣啊 《长空之王》一开通官方账号 粉丝们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关注 只不过 这个官博真的与众不同 既不关注主演 也不关注导演 制片等等 若不是那蓝V真实 粉丝们都要怀疑是不是假的了 迟迟不官宣的后果就是 有的粉丝替王一博宣传这部剧的时候 还是有粉丝过来说这非官宣不约 就连贴片都上了电影院的大屏幕上 《长空之王》还没有给王一博一个正式的名分 还得是央视 将这个公开的秘密转成了公开 央视六公主在介绍王一博 在转型演员的自我博弈中 给王一博的每个角色都做了个小急警 最后 在介绍王一博的微波作品中 《冰玉火》《维和防暴队》《长空之王》 《无名并排而战》 这是真真切切地为王一博官宣了一把 只能说 这部戏真是太有趣了 这保密程度 一时之间不知道与无名相比 到底哪部才是最神秘的一部电影了 真的是一切都准备就绪 就是不官宣演员 不知道 当剧组官宣演员的时候 是不是也顺便宣布定当日期呢 就目前传来的消息所言 《长空之王》大概率是要拍到4月份的 也就是说 粉丝们看不见王一博的状态最起码还要持续一个多月 熬一熬也就过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